魔头 找了你三年 看你这死亡难夺 长得这么丑 找本君做什么 别废话 现在这是他最虚弱的时候 快杀了他 不然等他进阶魔神 世间将再无敌手 原来所谓的正道神剑 也会趁人之危 废话少说 看我砍了你的人头 当下酒菜 玉光 速来 兄弟们想着他 默契混乱在身体里横冲之中 现在续为大简历毫无反抗 知道 只要先走 没想到他虚弱心都这么强 愣着干什么 现在不杀了他 到时候自分就是我们了 你们先玩 君先走一步 师兄 很重的魔气 大家 向后退 焦师兄 他是魔戒君子 军贡 传闻中逆天修为的大魔头 竟然是个女的 绝不能放这个大魔头离开 斩妖除魔 乃是我灵剑派的职责所在 今日 就算是蛇在此处 也要斩杀这个大魔头 给我上 魔头 受死吧 温球 善战 等了 魔又好魔 你们给我一点时间狡辩 这世间最强的大魔头 就这么死了 这是哪 小师妹 小师妹 这不是 那几个杀了我的修真派弟子吗 小师妹 瞧瞧 师兄们 给你带了什么回来 本君 你们的小师妹 本君 没发烧啊 怎么开始说胡话了 难不成我死之后 抢了他们小师妹的身体 小师妹 你是不是担忧师父啊 小师妹 放心吧 等晚上师父除完膜 就能赶回来 好了 让小师妹继续休息吧 这个长得 还比较符合本君的什么样子 剩下的这两个 一个乔治补不造势 拜拜 小师妹 来 拿 这个给你的 明天就是先见大会 得让小师妹避一避 是啊 小师妹乃是零剑派掌门 个亲传弟子 修炼九年了 却还是练气气 这他要是出现在先前大会上 免不得被嘲讽 小声点 听让小师妹听见 啊 居然附身到了一个废物身上 这群该死的神仙 本君差一点就能进肩磨水 却被打断 不过 我的魂魄为什么不落在一个废柴身上 你个老头子 五百年前不是被那群神仙围攻打死了吗 怎么会在修真派闲晃 五百年前 我被七者神君镇压在灵剑派 是你的魔器唤醒了我 这具废柴身体 不会是你给我找的吧 不 不错 你那么能耐 别被一群废物捅死啊 你的魔体已死 想重塑魔体 需要拿到灵剑派的刘里展 明天便是凡界百年一届的仙剑大会 各个门派都会参加 而刘里展便是此次仙剑大会的奖励之一 这个简单 没问题 在你拿到刘里展之后 还需要获取 祁连尊者的眼泪和心脏 作为影子 谁 小甜甜 是为师 小甜甜 怎么了 小甜甜 小甜甜 本群这辈子还没听过这么恶心的称呼 没事师父 小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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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辞了 是 我 有 小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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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因为 我 有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活了上万年 第一次见到这么俊俏的男人 小道友 小道友 太久没下凡 凡就是怎么称呼男人的 那 小公子 小田田这是在玩什么呀 小公子 你怎么没去参加仙剑大会啊 怎么 你想去看热门 我想和小公子一起 放肆 站好 修斗无礼 小公子 陪我一起好不好 小田田今天笑得好可爱 跟往日冷冰冰疏远的模样 截然不得 非我不可吗 非小公子 不可 你今天 还挺会玩的 小公子 你要珍惜 先防眼关 背也结实 长得也好看 应该 很好听吧 这混账东西 没什么毛病 就是对男色没有抵抗力 瞧这没出息的饥渴信 就差一张床了 大师兄 先见大会肯定是你拔得头筹 那是肯定的 大师兄可是冠绝榜的榜首 那不是师父和小师妹吗 小师妹今天怎么跟着师父的 他平时不是最怕师父 躲躲躲不及吧 我怎么感觉今天小师妹 有点怪怪的 有什么怪的 不还是废物 不是 我觉得小师妹今天有点猥琐 怎么能这样说小师妹 大师兄 你就护着他 师弟 大会马上就开始 你带这个废物来做什么 带他见见世面 修真派连个好娘子都没有 一群废物 喂 废物 看什么看废物 喊的就是你 邝铭露 对我家小师妹客气的 怎么 废物还不许人说了 哥大门派谁不知道 岂连尊者收了个废柴弟子 废林根部说 修炼九年还是练气气 像他这样的废物 都能做林剑派掌门的清传弟子 然而 误一论他派弟子 林剑派做事不公 林剑派弟子不敢说吧 可我又不是林剑派弟子 我为他们说几句公道话怎么了 就是 修真剑也就林剑派 把废物当个宝 放屁 我们家小师妹才不是废物 就是 小师妹 别听他们胡说 小公子 人家才不是废物 小师妹 你疯了 混账东西 竟敢对师尊不计 师尊 小田田 是为师 昨晚的人是他 没想到废柴的师父 这么年轻正强 我还以为是个小小头呢 那个大师傅 小师妹只是玩闹 她没那个意思 小师妹 不可欠度师父 这张脸也赏心悦目 听听着大秦骂敲的语调 不知道了还以为 他是靠这个才当上林剑派掌门的清传弟子 嘿 真有心 小师妹 好 我都听师兄的 小师妹 比赛快开始了 小师妹已经躲在 混账东西 你又去那边做什么 大师伯 我刚刚跟师父 斗志玩的 规规矩矩地待在我身边 不许再胡闹 好 都听师父的 对了 师兄 我听说 今年 秋雪派的无锡 也会参赛 就是那个 修为已经进入小天节的 千年奇才 此次仙剑大会赛制 由一对一 变为混战 最后的决胜者 将获得仙剑大会的魁首称号 仙剑大会 现在开始 他还没到 他要到了 魁首必定落入秋雪派 先开赛 走一步看一步 无论如何 仙剑大会的魁首 必须是灵剑派 不然 灵剑派的修真剑 意味可不宝吗 大师伯 那灵剑派要不输了 怎么办 你可闭嘴吗 我替大师伯担忧呢 灵剑派救大师兄的修为最深 属于大成七后七 可这大成七后七 怎么和小天杰的打呀 那你给我打 废物东西 大师伯求我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吗 你 我打死你个孽徒 师兄 跟小辈斗什么气吗 小辈 他有一个小辈的姿态吗 师兄 我的徒儿年纪上下 别和他一般计较 赶紧上啊 五二 等什么呢 身体是个废柴 假如我利用魔丹出手 魔器必定藏不住 到时候各门各派都会齐心围攻我 等我下个证 这是什么 修正派的修炼方法 小天天 你这是临时报复脚吗 这废柴的名字真该死 我学习学习啊 指不定有用呢 笑死 我活了几百年 还没见过这么离谱的事 上啊 五二 小天 师弟 他怎么飞出去了 我看你家这个弟子啊 是越看越近 年纪小 可拿也玩了些 还请两位师兄见谅 小辈 你怎么上这来了 该死的老头子 让这废物上去不是添乱吗 小师妹放心 师兄们会护你周全 行 我去 这身体竟然废柴到这种地步 不能动入魔丹 只能以这废柴的身体 重新修炼修正派的书 并且要以最快的速度 修到大传奇 华格宇 你平时不是最讨厌这个废物吗 讨厌归讨厌 可他毕竟是我灵箭派的弟子 我自得要布置他 谢谢你啊 师姐 花言巧语 找个地方躲着 师弟哟 你看你家那个废物在干嘛呀 世间法术共同 只不过根基不懂 你本君魔神的慧根不难理解 小天天 既然他们都读得你是废物 都瞧不起你 今天在此刻 全就让你一鸣吃鸣吧 这么想的气啊 小师妹在干嘛 师弟 他 他在重塑灵根 灵根是天生的 普通人根本没法重塑 据修真史书记载 重塑灵根需要小天杰化神器 他一个废灵根 修为炼器器的弟子 怎么可能做得到 而且灵根重塑 身体要经历极动之苦 烈火焚烧之苦 一般人根本承受不住 他能重塑灵根 典直华天下之大棋 是啊 上一位重塑灵根的 还是咱们麒麟尊者 大师兄可别摔着了 师妹会心疼的 小师妹你好偏心 你竟然 修为突破到了结丹旗 小天天怎么突然和温雄 这般的情景 这就重塑了灵根 关起体魄 确实灵根通透啊 他还直接从练器器 跳了三级到结丹器 哎呀 一个有天赋的弟子 最快修炼 起码也要五年的时间 才能到如此境界啊 闭嘴吧你 他肯定是使用了歪门邪道 大师兄 你的生没事吧 老师兄小姐 这事要有毒 温师兄 等下个百年仙剑大会 你再来参加吧 到时候巫师弟再跟你较量较量 卑鄙 竟然敢用毒 华师妹真天真 你和魔罪阵 难道不用毒 今日是各凭本事 赌得魁首 输了 就要认 怎么办 灵剑派就只剩下小师妹了 赶紧让他下来吧 不然 他要被打死的 小师妹 快让输吧 大师兄 我没事 哎呀 师弟呀 这台上竟只剩下 你家那个废物了 小甜甜看温邪的眼神不对劲 师弟 你在想什么 我在跟你说话呀 不是师兄刚刚让小甜甜帮你去打的吗 哎呀呀呀 哎 师兄 师兄 你稳住 我刚才说的是气话 我要真靠那个废物 我灵剑派早就灭门了 他现在虽然在重塑灵根 但是境界和修为还是下境界 那台上的那两位都是中境界 那吴启刚的修为 更是差点就上境界呀 小甜甜那个废物 各门各派 谁人不知谁人不想 他要是能拿下亏手 靖医长老 别再例什么了 我家曾语说过的什么费拉格 师傅赖格 在说什么玩意儿 现在就剩下你这个辈子 要赢他 下境界 结单期可不够 我自然清楚 可我身上有魔丹 要是快速突破修为 魔丹肯定会有异动 除非将我魂魄里的魔丹封印 小师妹小心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小甜甜那个废物 怎么将雾山派 中性界后期的大弟子 打成了这样 运气好棒 想赢我家兔是不可能的 这是胡适九剑 近百年来 除了雾山派成本 没人吸得 没想到 吴喜刚 继承了一波 真是 后生可畏 当然 我家弟子 天赋一禀 师弟 这小甜甜怎么躲得过 天剑大会生死有命 我们可都是立了生死状 恶毒的死老头 什么破剑 小师妹 这是公事九剑 小师妹 你快下来吧 灵剑派不需要你发光发热 闭嘴 小师妹最后脸面了 费活 你在干嘛 小师妹在强制 突破中境界 这这是这 小甜甜竟然选择 这时候 突破境界 装神弄鬼 等他突破 保救人头落地 眼睛 化石 炎虚 大成奇 他竟然在短时间内晋升到中境界后期啊 不可能 世间绝不会有这种绝世天才 要真是这样 那他比当年的奇连尊者还添付一名 小天的宠宠宇根 又以极高的悟性快速的过境 只能毁根和悟性 我只能磨叽君主君上邪的身上看了 难不止 报了 小师妹好厉害 居然他和悟性刚打平 再让下去 你家小师妹也撑不住他 大师兄 咋办呢 我们先问问 毕竟师父还在呢 小师妹要真出了什么事 师父会出手的 只不过小师妹在这么短时间内 怎么会晋升到大手 肯定是师父暗中帮忙 你们掌门这一派就宠他吧 胡师兄怎么就掉下擂台了呢 被废物打败的滋味不好受吧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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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他就赢了 师兄 小田田拿下了魁首 没想到今天的魁首这么出乎意料 我家徒弟绝不可能说的 好了 仙剑大会的魁首 显而易见 他就是 等等 我还没打擂台呢 是秋雪派的无锡 无锡早在二十年前就进入了小田前 秀为深不可测 完了 这 这小师妹 哪打得过啊 这 认输吧 你知不知道我有个外号 什么 我认送外号 魔头 他和无锡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再这样下去 他全身羞维会被废的 也会死的 大师兄 你快让小师妹赶紧认输啊 无锡 仙剑大会的魁首 已然判定 你这样贸然出现 破坏规则 也会 莫得一个 伤害同门的罪名 生魔长老 剑仙大赛的规则 是报名者在三柱香之内 皆可参赛 不能因为举办方式零剑派 也不能因为 擂台上就只剩下你们零剑派的弟子 就不让我参加比赛了吧 是啊 现在还没到三柱香呢 好 那就开始吧 师兄 要不让小天天认输吧 他既不愿认输 那便逼着他 别连尊者 也让你家弟子 死在那台上 小龙 我还没死 谁敢要了他的名 他小天姐 也原因期 你现在的修为 打不过 我活了上万年 就没有打不过 你要是真能占物不胜 还能搞毁自己的活体 寄生在这废宅上面 你已经是极限 如果再强生修为 会毁掉这个身体的 你真能占了 这是你活不敢听 大师伯 你求救人 你求我 我帮你挣鬼手 逆途啊 打你不道 我刚刚可是赢了 是运气好而已 你还真以为自己 能力超群啊 那我拿了魁首又如何 你左右开弓 扇过两巴掌 行了吗 只过真心 青鸭的办法都不反动他 大师伯 也未定 小天天 你打架 怎么还管这个呀 师弟呀 你看他那一副 见兮兮的模样啊 这副灵动的角 真的太像君上心了 师兄 弟子吧 有点性格也是好的 月光 速速前来 这不是魔戒君主 君掌鞋藏用的法器 玉光枪吗 你这不是抱我自己啊 怕什么 又没有魔器 没有魔器就怕整理 确实是玉光枪 玉光枪 玉光枪 我们剿灭大魔头之后 玉光枪不是消失了吗 难怪 小天天的修为 上升得如此之快 原来 果然是用了 旁门左道的邪术 玉光枪是很好的容器 我可以将大部分 修为转给玉光枪 这样在提升境界的同时 还能避免身体暴殖 他这是要做什么 小天天想冲破境界 到小天节 不可能吧 连祈兰尊者 修到小天节 都用了百年时间 他怎么可能 在这短短的时间内 冲破小天节啊 不 他要突破大天节 什么 连用千年的时间 才能达到的境界 他在亲口之间就到了 七连尊者 他这是魔鬼吧 天生异象 有人刚刚突破了大天节 可这么大的阵仗 就我知道的 只有军上邪那魔头 才做得到 看这源头 应该是零剑派 若修真戒 真能出个天赋异禀的弟子 这对我们仙剑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 不说这个了 继续揍补吧 得抓紧找到军上去 不然 等他伤好之后 遭殃的 就是我们仙剑 小师妹真棒 认输吧 不然 你会死在这里的 你怎么可能突破 大天节 有什么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话 你能被我踩在脚下 小师妹好厉害 真的是师父在帮小师妹吗 肯定的 要不然 小师妹怎么可能 打得过天才无息啊 这就赢了 赢了又怎么样 修为境界大突破又怎么样 他一定和魔界的 军上邪有关系 不然 他为什么会有玉光强 靖音长老 我们都知道军上邪 昨日是北陵剑派的 众弟子诛杀 你别吃不到葡萄 就说葡萄酸 还有谁来战 既然没有 大师伯 宣布结果吧 我宣布 先进大会的魁首 那就是 啥呢 我不服 不服 那就把你打服 靖音长老 不 他这枪是军上邪的法器 他和军上邪肯定有勾搭 女魔头 你混进我修身派 异于何为 原来灵剑派和魔界 早就暗同款取 他们想毁掉我们修身界呀 谁说这是玉光强 这不是玉光强 是什么 这是小强强 是我在山下捡的 我这哪人 咱能不用这么土的名字吗 我们在诛杀军上截之后 玉光强确实丢失 可能小天天无意见捡到 也算是机缘 机缘在修身界中 也是南平的玄学 那也不能用魔头的东西 靖音长老 据修真史书记载 这玉光强 乃是创世神的心脏所患 本就属于仙界之物 这后面才流落了魔界 再说 我麒麟的弟子 想做什么 想用什么法器 需要一个外人来管吗 是啊 靖音长老 你不要再不识去了 我们走 师父 我厉害吧 人前这人 还是我家小徒弟吗 小天天 你今天 给灵剑派争光了 大师伯 你好像 还欠我两巴掌的吧 你也懂我 我像话 我要是像话 可不就挂在那墙上了 行行行 给你打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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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这么大 你恰都给我打掉吧 臭道士 让你又瞅嘴巴又见 师父 小师妹的伤势怎么样 无碍 只是境界晋升太快 他现在体内真气乱窜 暂时无法再使用法术 需要调养个一年半载 没事就行 那待会儿 我去后山 给小师妹抓个野疯狂玩玩 师父 你去休息吧 我来照顾小师妹 无碍 你们今日也辛苦了 也受了伤 先下去休息吧 今儿小甜甜微风耍够了吧 师父 小甜甜一见从不敢触碰我的 从今日醒了之后就不对劲 甚至称得上是一板常态 这性能和慧根悟性 统统都像结了君上戏 还有着好色的模样 客官 客官不贵 一关钱 一关钱 请来神君 我抹去了你的神心 连也帮你画画成了别的样子 等 诶 那不是魔戒刚杀任的小君主 君上邪吗 这个小魔头 跟他爹一样好似 这怎么说 奇之神君 你一直在闭关 不知道这个小魔头 将仙界所有好看的男神仙 都撩了一遍 你说什么 你看他去的 都是不正经的亲馆 走吧 不耽误你理解 师父 弟子赢了比赛 应该有什么奖励吧 而且君上戏 稀微深不可责 在仙界更是难逢敌手 是不可能被几个 修真弟子杀死 难道真实 那小田田想要什么奖励呢 想要师父的抱抱做奖励啊 这屁信 确定君上邪无疑 君上邪 你 便是魔戒君主 君上邪 你愿意听我解释吗 解释 没错 我是君上戏 我问你 小田田呢 可能已经投胎了吧 我再问你 你把他藏哪儿了 我找到小田田的时候 他就已经死了 你是修仙的 你应该知道 黄默默只能复射在死人的身上 那你 为何要来零剑盘 你知道我的修为 方爷整个里有且无人能体 所以你那几个废物徒弟 怎么可能捅得死我 除非我是心甘情愿 我喜欢你 清远 我在凡齐见过你 这郎君 可真俊较啊 从我见你的第一眼 起我就深深地爱上了你 茶不思夜不寐 你看着我的眼睛 看你眼睛做什么 你看我的眼睛里有什么 直说 我眼睛里 是对你汹涌澎湃的爱意啊 谢你一住箱子内 离开零剑派 师父 我这么喜欢你 为了你 我甚至连魔体都能回去 当个废柴 你就不能看在我 对你的情意 让我留在零剑派 闭嘴 这小魔头说话 还是一桶一桶的 立即离开 不然我让你灰飞烟灭 师父 你当真要这么崛起 君上席 我不是你师父 你别忘了 你是魔界君主 高高在上的上位者 更是人人俱之的大魔头 你根本没有理由在我这待着 我也没有理由留你在这儿 你就是我师父啊 没了小甜甜 还有小蛇蛇啊 我会代替小甜甜 一直陪着你的 没想到有一天 本就能这么恶心自己 小蛇蛇 这话你也说得出口 你别忘了 我是仙 你是魔 自古正邪不两立 师父 爱人的心 也有正邪之分吗 再说一遍 一柱箱之内 给我离开领舰派 小师妹 小师妹 你去哪儿 小师妹 师父不要我了 又把我赶出领舰派 好端端的 怎么会赶你啊 可能是我在仙剑大会上 给师父惹事了吧 胡说 明明是正光好吧 小师妹放心 师兄们去为你修行 走 哟 这不是我们那个魁首吗 我还正愁找不到你们呢 什么意思 丑八怪 可就是你口中 这个废物 拿到了仙剑大会的魁首 怎么样 气不气啊 丑八怪 我的眼中啊 就只看得到美 和丑 他体内真气混乱 用不上你 那我今天 非打死这个废物 不敢 叶长 你干什么 我家大师姐美若天仙 不是你这个丑八怪 能比的 花歌云你听听 气不气人 你们 丑还不让人说了 丑八怪 天下第一丑八怪 你就跟你那师兄一样啊 丑得让人吃不下饭 你能不能给老娘闭嘴 我才不怕他们呢 反正有大师姐 把混音机说我能打得过两个吗 大师姐 又来了个大丑八怪 你在说什么 我只是路过的 邝师妹 小田田那个废物 骂你丑八怪呢 新建大部门结束 上海统道 为了处罚的 这 你要干什么 谢吴师兄 祝我留在灵箭牌 师父 我的魔体已经损毁 如果这副身体也死了的话 我就真的消失了 自古正邪不良力 我如果死了 也算是记得 我真没想到 武器刚这么小心眼 输了比赛 私下还要去找小师妹的麻烦 幸亏师父及时赶到 放屁 明明是他先找我的他们 小师妹可不是个会惹事的性格 就是 肯定是他们先欺负小师妹的 也就你们看不清他的真面 别装了 伤口不致命 师父 我山派他们都有怀恨在心 我现在重伤 又没法动用术法 现在下山 只有死路一条 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不是你师父 那 齐连 我真的不能做你的弟子吗 你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我知道我是母 可这出身 谁又能选呢 有的选 本君也只想做人人惧怕的大魔头 齐连 我想做你的小徒弟 也罢 就给这小魔头一次机会 那好吧 既然 你如此想要留在灵箭盘 那便留着吧 但有一点 等我发现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会亲手诛杀你 谢谢师父对徒弟的成全 还有一点 不许碰我 这琉璃缠已经到手了 就差齐连的眼泪和心脏了 这心脏容易 可这眼泪 怎么才能让齐连哭呢 小师妹 小师妹 你没事吧 我有事 大师兄 你过来一下 别过去 他的眼神像是要生吞了你 大师兄 师姐这话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你心里最清楚 行了别吵了 小师妹 你没事就好 现在啊 旷兵落 吴启刚 还有夜长他们 都在被师父 罚跪在山门口呢 好热 都怪你个被我 我一个路过的 也能踏上这事 我瞧得说 他是个有仇必报的性格 你看 跪在这儿的三个人 都是针对过他的 就我没什么事 我一定要报这个仇 算了吧 你们玩不过的 先见大会结束之后 各大门派青川弟子 都会去下山历练 到时没有 欺怜尊者为他撑腰 我看 谁还能忽略了他 我定要一学前耻 师父 我来学艺了 师父的身材真健爽 不知道敲门吗 学什么艺 你做我师父 当然得教我东西 就是不知道 你平时教师兄们些什么 比如亲戚说话 比如剑术 这小魔头才不会真心相许 无非就是想缠着我 我不授业 不授业 还说徒弟啊 我齐连的弟子 都靠自己悟 这要是悟不明白 师父手把手教吗 这要是悟不明白 师父手把手教吗 这里 要用心去感受 琴弦触碰你的指尖 喂 这不是耍枪 是武剑 那师父 手把手来教啊 我会以试试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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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真好看 君尚心 你到底知不知道廉耻 修齿是什么 没人教过我呀 夫君说过 磨的性子直爽简单 喜欢什么 就做什么 真不知道你在磨界都学了什么 师父不喜欢吗 这段时间你的所作所为 我都看在眼里的 我是想忍着你的 你好色不吃廉耻也就算了 你居然还甩锅给我 夫君 我做事自有道理 你 你好色还死不承认 小师妹 明日我们便下山 我不去 我要陪着师父 小师妹 青传弟子必须下山历练的 那师父去吗 师父去 我就去 下山历练 分为两队 我 带其中一队 齐木 墨玉 吴启刚 邝兵路 你们四个人跟着我 剩下的 跟着我 小师弟 到了地方之后 我们在京都会合 是 大师伯 师敦 怎么 跟我一队 你不高兴 两位师伯都带队 怎么师父不去啊 我亲自带队 还委屈了你不成 走吧 师兄 天黑之前 还要赶到京都呢 各位客官 打家还是住店 吃饭 什么好就好在都是 主店 要三间上房 好嘞 这边请客官 还真是人家路宅 那就别怪本君了 二位仙者 刚才弟子众多 不方便拜会 还请二位仙者 指点一二 别拘谨 一起坐吧 嗯 算是个有眼力见的 那本座 就点拨一下 大师伯 混账东西 要干什么 大师伯 喝酒 赶紧回你房间去 大师伯 这人怎么长得 这么大看了 你知不知道他们是 长得奇形怪状呢 我不是 野落殿的小鬼 放肆 你这么凶干什么 我不就是 想让你 笑一笑吗 本来就丑 你这板着脸更丑 你个孽障 大师伯 他又打我 混账东西 你出了这事 你还会干什么 先生啊 弟子年纪小 不懂事 刚才喝了酒 又开始说胡话 您大人有大量 别跟他一般见识 等下 我罚他去外面 跪着 我没错 我只是想让他这 笑着 我又没有这样打他 小天天 你个逆章 我要杀了你 完了完了 师弟 神仙来了 也救不了你 这个逆童 你叫我要打死你 先去不可 这里是凡间 不可对凡人动用法术 不然会遭到天前 为这点事遭雷劈 不值得 行 在凡间我动不了你 等你死了 我再去阎文殿 找你算账 到时 定将你扒皮抽筋 贬到初成道 那是我的凶啊 我的小祖宗 你就消停点吧 黑歌语 你快带他走 你敢凶我 我打死你 这么不是个痴儿吧 小天天 你是不是要毁了我 凌剑派 你才肯罢休 我才不怕你呢 我师父 是天地下 最厉害的 骑连尊者 我让他打死你 死了 活了上万年 也没受过这么大 擒剑派 骑连 黄历 你别拦着我 我今天就是造雷劈 我也要打死他 让他生生世世 做个畜生 不行 他是骑连尊者的徒弟 不认识 我今天非要劈死他 清华先军 天界有明确规定 不能扰乱 凡间秩序 他怎么在这儿 神军在下界历劫的身份 就是骑连尊者 叔父 他不仅凶我 还要打我 这小魔头 怎么笑得这么乱 哎呀 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 其实 骑连尊者 师父 弟子好害怕 再摸你就死定了 骑连 这就是你 教养的好徒弟 小孩子吗 刷酒疯而已 笑话 他是小孩子吗 你一介堂堂仙军 还躲不过一个小孩子的巴掌吗 我们在凡界行走不便 怎么了 刚才他们点拨我的时候 你 你出现捣乱 怎么会呢 师姐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作为修真派弟子 重其一生只为成仙 好不容易得到现缘的机会 都让你给毁了 师姐 我错了 我向你保证 我以后 起来 我向你保证 以后一定会让你成为仙者的 再说了 我家师姐这么天资聪慧 压根就不需要那些人去提点呢 胡说八道 这门窗要关紧 师尊说 最近京都很不太平 怎么了 这魔尊死后 魔界混乱 魔怪都犹如京都了 我们这次历练的主要任务就是 绞杀魔怪 师姐也觉得魔都是坏的吗 什么叫野啊 这自古以来正结不两立 我们从拜师那天就立誓了 此生都要除魔未到 我睡了 我睡了 师姐 这好端端的生什么气啊 真是 谁啊 小档子 你干什么呢 你认识本小摩 本小摩 你看看本君是谁 小月光 你是魔君大人 魔君大人 你竟然还活着 我真是太开心了 我们都想死你了 小档子 你怎么会来凡借解垃圾 这魔剑是什么情况 外界都传闻 魔君大人死了 隔着闻着风 都来攻打我们魔界 现在魔界子民 都隐藏着身份 分散在六界隔地 偷抹着生活 我和小乙子 来着也只是想混口犯 他们这是欺负我 魔界没有煮心骨 魔君大人 那你什么时候会魔界啊 我 完了完了 小档子 我上独臂侠了 你 你眼睛越来越不好使了 你看你撞的是谁 魔君大人 魔君大人 你还活着 太好了 小乙子 你这胳膊怎么回事 魔君大人 我刚看到有个凡人小孩 被追杀 我想救他 可我能力不够 他死在了我怀里 我的胳膊 也被凡人砍断了 你自己都这样了 你还管闲事 那也是一条生命啊 魔君大人 您曾说过 虽然我们生而为魔 但是相善相恶 是我们自己能做的选择 不错 还信着我的教诲 你们放心 等时机成熟 我一定会回到魔前 重振我魔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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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门前站着干嘛 师父 怎么 惹了事 你还委屈伤了 师父 我不开心 什么人惹你不开心啊 师父 我一直在克制爱你的心 师父 我一直在克制爱你的心 我现在是你师尊 也是心生妄想 我知道你们凡人最讲究规矩 要几连哭 很难吧 师父 我不太开心 怎么不开心 如果是因为这件事 就不必向我诉苦了 魔镜子民现在处于水深 活热的生活之中 身为魔君的我关键时刻 却做不到担当 这样我真没用 师父 你今晚 能陪我帅吗 荒唐 这小魔头 还真是随性 武尔 恭喜你成功斩杀了老魔头 下一步 就是那个小魔头 只要他一死 我们天界 就会成为六界之首 启禀夫君 而在击杀军盾时 受了重伤 修为大几 须下凡不停力竭 才能恢复 还望夫君允准 准了 父 等而归 谢夫君 男人就是这样 说不要就是要的意思 嘴上说着拒绝和规矩 身体就最诚实 想要 本君越南无数 还都拿不下你 新莲 你就当本君回魔界之前的消遣吧 大师姐 师伯呢 被你弃回了凌尖派 大师姐这么好看 肯定不会被我弃走的 我现在想打死你 大师兄 我们今天要出去干嘛 剑王府驱魔 走 你看他黏着温穹的那副色皮啊 人家黏着字下的大师兄 你也看不惯 大师兄 你说这里真的有魔吗 驱魔府一栋 说明百米之内 必有魔作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灭魔呢 自古正邪不两立啊 那大师兄 如果我也是魔呢 小师妹怎么可能是魔 她从昨晚开始就奇奇怪怪的 我就是问问 这人有好坏之分 魔也有好坏之分 为什么非得对魔赶尽杀绝呢 自古正邪不两立 修炼之人最忌讳道心不稳 这世间就是这样 先驱者创造了规矩 后来人生活在规矩之中 什么狗屁正邪不两立 那都是给你们这群傻子洗脑的 看来明门正派之中 还是有个明白人呢 走吧 小丫头 你身上的血迹很好 神魔中人 不得私入凡界 扰乱凡人秩序 魔界战争冒发 我们被跑逃到了凡界 要是不稀释人气 我们就会灰飞烟密 我们这样也是为了活着 终究是我没有保护你 你身上 你为什么要保护 小田田 你为什么要保护妖魔 这还不明显吗 他和妖魔早就混在一块了 就连在仙剑大会上用的玉光枪 或是大魔头的 玉光枪 杀了他 为民出害 你与妖魔为物 死有应得 我自己的子民 何罪之有 子民 随时捐上邪 受死吧 大魔头 想死吧 大魔头 来 呃 痴连 哈哈哈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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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会包庇我 闭眼睡觉 明天一切如常 心怜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我 你是唯一关心我的人 也是唯一为我疗伤的人 你让我这个魔 感受到了被人爱护的感觉 零剑派上下 谁不照顾你 我们的小师妹 是啊 他们多对我很好很好 可是 我还是希望师父 可以多给我一点点爱 是男人 对女人的那种 受了伤还不安分 我只是渴望师父的爱 君上席 你并不爱我 君上席 在你眼中 但凡只要是个长得好看 都值得你爱 像你这样的人 根本不值得被人放心去爱 师父 你在吃醋吗 我确实在吃醋 紫薇仙君 一会儿你先去吧 你怎么一直盯着小魔头瞧着 奇之神君 我承认这小魔头确实漂亮 也确实担得起 六界第一美人的称号 可他无情无心 你可别陷进去 你方才是说 他把仙界的男神仙 都聊了一遍 是啊 怎么了 难不成 没错 本座也被聊过 你 师父 我喜欢你吃醋的样子 君上席 爱人并不是这样爱的 假如我愁 胡说 师父怎么可能会愁啊 他还真会装杀重浪 师徒之间 不可过于亲密 好端端的 师父怎么生气了 先休息吧 这几日 你安心养伤 想不到齐连 真的喜欢上了本君 像他这么好骗的 上一个还是齐齿神君 那个天界太子 活了上万年 却被我几句话撩得 满脸通红 不过 这五百年 好像没怎么见过他 我还见过 齐齿神君偷偷哭过来 那个小裤包 心甘软软诺诺的 好欺负 话说 齐连和齐齿 这两个人的 气质还挺像的 我有这种感觉 头疼 那怎么样才能拿到 齐连的眼泪啊 齐连喜欢你 要不魔君大人 你虐虐他 只不定他就像当年的 齐齿神君那样 没把他怎么着 就哭不意思 齐连对我的喜欢 还不够深啊 要不魔君大人 你先身 然后再提起裤子走人 什么意思啊 事后不负责 冷酷对他 让他上心 然后 你从哪儿学的 这些糟心玩意啊 魔君大人 你得抓边儿姐 魔姐需要你 这三个人坐一块儿 还真是和谐 师父 你这小徒弟 说得可真不省情啊 哼 这孽障 要是我的徒弟 我非打死他不可 你这丑八怪 只知道凶我 吓我 你再说一个丑八怪试试 就说了 好了 你跟他叫什么叫 算了 还是去找君上邪吧 找他做什么 岂止神君 应该对君上邪 聊他的事 不芥蒂了吧 他的修炼被我们打断 重伤逃到凡界 我们要在他功力 恢复之前找到他 若不然他成了魔 事件即将毁灭 你说 是因为喜欢我 自毁魔体来我身边 那当然 我即使重伤 修正派弟子也杀不了我 都戳插你了 还有酒 师父 瞎瞎气 他们在干嘛 怎么瞧着像打情骂俏 荒唐 他们是师徒 得了得了 人气是神君的事 你瞎操心什么 我也懒得管 齐连尊者 我们先行一步 我没骗你 我真的喜欢你 没事 小师妹 你 怎可泄渡师父 我喜欢师父怎么了 我也喜欢大师兄 喜欢大师姐呢 花言巧语 走吧 师兄 世间你们去哪 除魔 完事了 早点回零剑派 小师妹 师父说你受了伤 你这几日 就安心在客栈养着吧 要是无聊了 就去附近的集市逛逛 好 我听大师兄的 行了 得走了 瞧你的花痴的样子 师父 你要陪我去逛逛京都吗 没空 行吧 那我自己去刘达刘达 他们不是又去逛 青館去了吗 走一走 瞧一瞧 看一看来 来 小姑娘 喜欢哪一个 十文钱 价格实惠 都活了上万年了 还是那般小孩子猩猩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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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客官 送到前面的千语客帐 还有 这个 给你 慢走啊 本军都五百年没下过烦了 师父 嘴上说着喜欢我 却背地里跑来轻滚了 我就是来逛逛又不做什么 那你想做什么 我就是来逛逛又不做什么 死性不肯 师父 你生气了 怎么可能 只是你现在的身份是小甜甜 要是被你的师兄们看见 免不得一番指责 我啊 就是想起了一些往事 什么往事 五百年前我下凡来 被一个男人莫名其妙地给揍了一顿 他就是个变态 非要让我叫他爹 也不知道 你从哪里招惹的这些烂账 真是一堆烂账 小魔头 敢骗我感情 还敢去找其他男人 今天我不打的你叫爹 我就不去偷这个胎了 君上歇 谁啊 活得不耐烦了敢打扰本君的雅兴 我打死你这个玩弄人感情的女人 你 你真打啊 打的就是你 你我就想学你 你竟然有魔戒的这魔之绑 你是谁 这东西是魔戒祖宗被传下来的 被压制我体内的本元魔戒 可是都是五年前就丢了 怎么会再打这儿呢 喊爹 选错 你别太过分了 喊哥哥行不行 哥哥我错了 别废话 喊爹 你不至于这么侮辱人吧 你到底说哪个旧僵尸 你有本事把面杀摘下来 我不然好好盘一盘 少废话 喊爹 爹 爹 我的痴点 儿错了 你就原谅儿吧 打太尔是疼在天心 你能不能放过我啊 我虽然是喜欢美男子不假 可我从未与任何男子越过雷池 我也从未给过他们任何承诺 从未对任何男人 越过雷池 哦 从未对任何男人 越过雷池 当然 我又不是什么伤的 啊 邝师姐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邝师姐 好巧啊 小屁 没看见某着吗 哎 哎 昆师姐 哎 你忙什么呢 带小丁丁一个吧 放开 我抓磨呢 哎 啊 啊 我我我我没害人 啊 啊 那边是死路 有这边 那那那你为什么要救我啊 你不是没害人吗 啊 啊 该死 差一点就抓住他 都怪你 要不是你 我肯定能杀了他 小甜甜 你能不能一仙到晚不在世啊 啊 邝师姐 我就是给你打个招呼而已啊 你给我等着 谢谢师傅 小凳子小椅子啊 啊 某军大人 你们收获怎么样 看 不错 小凳子 情度不安全 要不你们还是回魔戒吧 我在魔戒放的食物 可以支撑到我回去为止 不不不 魔戒大人的魔功 我们不敢啊 嗯 嗯 啊 你们先藏起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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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 今天不能再放过他 就是因为他 我今天才让那魔跑掉 啊 啊 啊 还是他 要害怕 啊 啊 鸭。 一 一 以为我 但谁 啊 金星大伙留下了畅生 要不然没法使用修为 莫大要被附近封印 想要解除封印 必须找荒人忌惮 吴师兄 你可别逼我 今天就是要了你的命 小灯 你怎么样 这不是白天那个魔吗 好啊 难怪你要拦下我 原来是为了拖延我救他 小甜甜 你果然和魔头是一伙的 莫军大人 你没事就好 莫军大人 你是军上邪 赶紧杀了这三个魔头 莫军大人 你没事就好 莫军大人 你又早日会不见 你是军上邪 今天就是要了你的命 甘请杀了这三个魔头 杀了你们 杀了你们 丹 丹 丹 救我 师妹 你 你竟然杀了我师妹 你们两个 也为我鸡丹吧 看天使要下雨 是摩丹的西西 君上邪就在附近 不远 我们赶紧过去 走 去上邪 清华和紫薇两位仙军马上就等 走 你为什么不救旷边路 居然让女魔头跑了 她杀了三个修真牌的弟子 寄了自己魔丹 她伤势不会恢复了吧 这是 旗旨神君的玉佩 神君刚刚也在这儿 那她必定知道魔头的下落 走 找她去 今晚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她跑掉 你现在体内魔丹躁动 再不封印就会引来清华他们 麻烦师父帮我封印一下 深更半夜 找本做什么事 凯门 找我何事 你刚才在哪儿 刚刚感受到魔丹躁动 我便立马赶去 找到事已经来不及 君上邪用修真派三位弟子 寄了自己的魔丹 又让这女魔头跑了 拿着 你掉落的 我们继续去追查君上邪的下落 一旦有什么消息 你让土地空转达给我们 你刚刚为什么不阻止我杀邝兵录 你觉得 我一介凡人 能抵挡得住 你魔丹的力量 那你刚刚又为何 在清华面前抵挡得住我 你现在是我徒弟 我自当抵挡你 可我杀了人 违背了你的道德标准 君上邪 我从不相信 你是滥杀无辜之人 他们杀了我的好朋友 你将那两个低级的魔 是做朋友啊 他们低级吗 你们修身之人 不是最讲究众生平等吗 也是 最讲众生平等的神 都极看中尊卑之分 何况你们 你不用再次阴阳怪气 我只是惊讶 你把他们视作朋友 他们因为魔力地位 常常被人欺负 后来乞讨到我魔宫 我看他们可怜 便收留了他们 这一代就是四百年 我早已经习惯了 他们的存在 想不到 你还挺有怜悯之心 并非像传闻中 那般冷酷实习 可在你们眼中 生而为魔就是错误 我可没这样想 不然我也不会留着你 你和我认识的那些人 倒不一样 凄连 生而为魔到底是自死的 终有一天我会回到魔界 而终有一天 你会死在我的手上 你先歇息吧 先休息 我去处理点事 师弟 乌山派和紫连派 已经各自派人 护送尸首回山 现在两派的态度强硬 要我们给个交代 这君上邪干的事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 师父 你魔头不是死了吗 对啊 当时我们亲眼看到的 一千年前 据众神之力都无法绞杀他 就凭你们几个 又怎么能 这事是军上协作的 与我们灵剑派无关 但是 这几位弟子是我们带下膳的 我们理应有守护之责 这事 确实是我们灵剑派的疏忽 我会亲自去一趟地狱 尸体不可 你是凡人之躯 师兄 这是没有商量的余地 小师妹 你伤势怎么更严重了 小师妹 来 大师姐扶你 小师妹 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什么事啊 武器刚夜长 矿命路 都被那个女魔头杀死啊 那还真是可惜 这都死人了 你怎么还那么无所谓 好了 哥宇 你让这点小师妹 你们就宠她吧 大师姐 你要是不宠她 那日山门口 你会救她呀 谁要管她的死 行了行了 别吵了 你们 打小就喜欢挣个输赢 二师伯 师父呢 还有点事离开了 让我先带你们回山 你现在这身体 经脉静端 灵根也被毁 我知道 这副身体 再过不久也会坏死 所以在此之前 你要得到欺怜的眼泪 哪有那么容易 你再想想吧 对了 还有一事 什么 据说 为了替你赎罪 齐连去了地狱 他一个凡人 怎么能去地狱 他想保下你 又得堵住 悠悠众口 给众派一个交代 不得已将自己 夹在了中间 不过 齐连这人 是有担当的 他真是多此一句 啊 我 啊 我 啊 我 啊 啊 嗯 我 你 我 几连陷得不浅啊 地狱是什么地方 那能是你去的吗 你去求了什么 不管你去地狱求了什么 对你来说 都是违背天道的 小魔头 别再紧张我 这神情语气 怎么有点像天界的那个小太子 你还用心思笑 你知不知道一个凡人违背天道代表什么 你修了几百年的道都白修了 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被神接纳 我知道 你还不如一开始就把我交出去 我知道 什么 我说我知道 我知道后果 你知道后果你还这么做 可是要我把你交出去 这绝无可能 干嘛一直盯着我 很少有见你紧张谁的时候 我喜欢你 当然紧张你了 这小魔头 还是这么会哄男人 小魔头 小魔头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 你真的甘心 只做零剑派的小师妹吗 你真的甘心 一直做零剑派的小师妹吗 他在试图我什么 当然啊 我本就是为了你来的 你说什么 我都行 魔君大人 他明知道是假的 都还这样说 小木头 我从今以后 可能再也无法进入仙界 只能是 领剑派掌门人 即便这样 你还会在我身边陪着我吗 小老师打这个主意 别叫我小木头 郑敏 回答我的问题 七连 我会一直陪着你 到死 魔君大人 他现在已经爱惨了你 心思都在你的身上 你快趁着就会溜溜的 让他对你更加的欲望 你要干什么 你偷端 他是 寻规忱 我总觉得齐磊是不会哭的 模具大人 再耐心和他培养一下感情咯 不是 我是觉得你说的这个不靠谱 男人不是不会哭 只是味道伤心痛 想不到你一个冷冰冰的法界 懂得还这么少 小师妹 你在这儿干什么 杀太阳 模具大人 小师妹 你白白净净的别晒黑了 二师兄 三师兄 我问你们个问题啊 小师妹问便是 师兄们知无不言 言无不计 你们会为了女人哭吗 你们会为了女人哭吗 哎 这就问对人了 二师兄就为女人哭过 你 你当着小师妹有样 别胡说八道啊 我可没胡说八道 二师兄 你当时不是哭得稀里哗啦 二师兄 你为什么会为女人哭啊 小师妹 我没有 哎呦 二师兄 不用不承认 小师妹是自己人 莫玉 我杀了你 哎呀 他妈 把麒麟虐痕了 他会哭吧 看来 我得给麒麟下一剂猛药 师父 师父 你怎么在这儿 我今晚还想跟师父睡 这不合规矩 你把我当什么人 师父啊 只是师父 师父如父 你和你父亲也这样 师父穿这么多 不热吗 放开 这小魔头太撩人 君少鞋 我是你什么人 这人 想问我要承诺 承诺什么呢 是该没用的 母亲他人 恐怖他丁 师父想做我什么人 我男人 师父想做我男人 对吧 可以吗 可以啊 师父现在想做什么 都可以啊 君少鞋 我在 别闹 下去 师父不想要吗 他总是让我忍不住气 这一规矩不合 下去 师父不觉得自己身体越来越热呢 你做了什么烧枪 是魔剑男男女女都爱的东西 妖性很强的 陈小鞋 你 师父过了今晚 再跟我讲规矩吧 别能 现在可不许再躲我了 早啊 师父 昨晚 昨晚 竟是舒服啊 说什么混账 逗一逗师父嘛 你还真是 去哪里 去找师兄们玩 那你记得早点会飘飘风 好嘞 师父 等着本君虐你吧 小师妹 你别喝了 你还是赶紧回飘飘风吧 要是师父找下来 你肯定挨骂 我不要 我就要跟大师兄玩 为什么喜欢和我玩 因为 大师兄长得好看呀 那你喜欢我吗 是师父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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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问我 我喜不喜欢他 那你喜欢吗 喜欢啊 你昨晚不是说喜欢我吗 师父 师父 小师妹醉了 她方才说的话 我知道 方才小师妹讲的 全是醉话 真是 清凉 醒了 还能认得我 清凉 你跟我认识的一个人很像 其指 他是天界的太子 不过瞧着呆呆傻傻的 好偏偶好哭 你要是像他也会哭就好了 你想我哭 没想到你耗这一口 那你会哭吗 我自然是不会哭的 不过 其指哭的时候 你在意吗 才不想他哭呢 就好像 我都对不起他一样 可我喜欢你哭 你跟他不一样 师母 我们怎么不一样 我们怎么不一样 因为 我喜欢你啊 莫名其妙 以后 我不许你再说喜欢温穷的话 哪有女孩子像你这样 昨晚喝太多了 头疼死了 我看摩金大爷 昨晚快乐死了 现在秦莲 应该已经被我拿捏得差不多了 昨晚见我对温穷说那样的话都没生气 可想而知 他是真的很喜欢我 被爱的永远有事无恐 最近先躲着点 冷淡着他吧 大师兄 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小师妹 最近都躲在我这儿 不怕惹闹师父吗 师父哪有那么小气啊 就是要躲着他的 师父哪会生小师妹的气啊 大师兄 师尊师伯们找你 小师妹 我去去就会 师尊和师伯怎么会这个时候找大师兄啊 你不知道吗 大师兄要反俗 小甜甜 你去哪儿啊 大师兄 你等等我 这肥虎身体跑起来又慢又飞机 大师兄 你等等我 小师妹 有什么事 大师兄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文穷 你是灵剑派中天赋最高的弟子 也是灵剑派未来的掌门继承人 你真的要放弃一切 回归到凡事吗 师伯 弟子族人正在面临灭族之灾 弟子必须得回去 师兄 温穷这孩子是焦人族太子 焦人长去海上 而近来因为沧海封印的异动 焦人一族已经遮损大半 师弟 你是怎么想的 他既无心在修炼 不如放他回去吧 行 那就 听你的吧 谢师尊师伯 到了凡事 万不可对凡人使用术法 谨尊师伯教诲 弟子 还有一个请求 讲便是了 师伯 我想带小师妹一起下山 你说要带走谁 师伯 弟子想带小师妹一同下山 你带他下山做什么 师伯 弟子跟小师妹 以护许真心 等焦族稳定之后 弟子将会迎去小师妹 请师尊师伯成全 你们 护许真心 还好本君在凡间 看过不少画本子 知道怎么虐人 就是不知道 这招对麒麟管不管用啊 是 以交换定情信物 他生信跟孩子一样 你带走他只会 这 什么定情信物 一朵花 算什么定情信物 此为何物 物的本体 一朵花 你可别小瞧这朵花 是我们魔族君王身份的象征 也是我们魔器的本源 整个六界 就物和武儿的本体 也是普生花 这花以性命息息相关 就连亲近之人 都不能赠予 是吗 那就劳烦魔君赠予我 你不杀我 不杀 但我会把你永远留在我 灵剑盘 这花是他送给你的 是 小师妹说 这花比他的性命都重要 师弟 你脸色不太好看呢 他人在哪里 师父息怒 有什么事情 徒儿一人承担 师父 你找弟子啊 小甜甜 你确定要和温穷 一起下山 是 弟子 暗恋大师兄已久 恳请师伯 说服师父 放我和大师兄下山 弟子 感激不尽 你暗恋他许久 师父 是舍不得弟子吗 他怎么走了 这事还 还得他拿主意啊 大师兄啊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 不懂察言观色呀 你莫名其妙地 嫌弃我做事 哪有 你们先下去吧 谢师伯 大师兄 谢谢你帮我 小师妹 你究竟想做什么 没什么 反正谢谢大师兄 其实 我想问问你 什么 我方才 在大典上说的 都是真的 大师兄 我早就不是 你的小师妹了 你不要对我抱 有任何期待 我有喜欢的人了 我让你帮我说这些 是为了记师父的 你喜欢师父 是啊 师父 给我 给我 徒儿布置 给我 徒儿布置 那朵黑色的花 师父 要这个 这东西 你留着无意 可它 就是一朵花 这是摩军军上写的本体 小师妹怎么会有这个 把它给为师 为师会妥善处理 明日便下山吧 是 师父 你一人即可 师父 这是你给我买的吗 你就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师父想说什么啊 你真想跟温穷下山 不可以吗 那我们算什么 我们之间算什么 你说过你喜欢我 会一直留在灵箭牌陪我 而且 而且我们还有 锦夫之琴 有过肌肤之亲 我就不能喜欢别人了吗 难道 你要让我一辈子捆在灵箭派啊 秦莲 我是大魔头 三心二意喜心厌旧 就是我的本性啊 你 你 君尚心 我再问你一遍 你当真要跟他一起下山吗 我说的还不清楚吗 你要我如何作践你 你才明白 你这禅人的性子 跟我认识的那旗子一样 惹神烦 我就不该怎么 相信你 孩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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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 快来追上去看看他哭了 兴奋什么呀 还不快去他的房间把我看着 差点把你忘了 为什么见她伤心 我也跟着难过 我不会 真的喜欢上了她吧 以前我喜欢极致 可是她不乖 想问我要承诺 我生来孤独 喜欢自由自在 害怕和另一个人有羁绊 所以 哪怕喜欢 我也选择了放弃 可是 我并不厌烦其脸 也不想离开零剑牌 你小子想什么呢 你必须离开零剑牌 我知道 我只是疑惑 你对其指 是潜尝而止的喜欢 对其脸才是入了心的爱 可爱绝不能牵住你 你有你的责任和使命 我对其脸是爱 听重点 重点是你的责任和使命 我这大人 他怎么还没哭 不哭怎么办 再等他 这模样 是陆伟奇怎么像当爷的吉祉神君 我今天看着我做什么 还可以让人稀里巴薄的 有自己的灵石吗 你能听我说话吗 这个笨蛋忘了传言 你也当我是傻子吗 糟糕 稀里话说出来了 罢了 也就只有你能陪我聊聊 你家主人是个混蛋 是是是 欺骗人感激的大混蛋 请问尊长 我不带我家主人跟你说声对不起 我这大人我好压抑 都怪你 还得本君也被骂 你说这世上 怎么会有踏实无情的女人 无情啊 尊长 你心里是不是很难受 确实像空的眼 传不过情 那你 会不会有陷阔的想法 不知道 我怎么会为她哭 我哭你在兴奋什么 师父怎么哭了 滚 毛贼奶 反正眼泪已经到手了 那你就费心哄哄她呗 让她开心几日 然后我们再掏她心脏 走人 我刚刚逗你玩的 我要是真相 那我就是一个大傻子 真哭了 我疼当妻齿男儿怎么会哭 师父真娇气 你给我出去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齐连 我是真的爱你 发自内心的 爱我 我为我之前做过的事 道歉 那 给你 这又是做事 这是我的本体 也是我的命门 将来我要是还欺骗你 你别捏碎这朵花 我不要 你随手送给温穷的东西 现在又拿来送给我 你可真够意思 而且还说故意气我 整彻一出你的目的又是什么 君少席 我提醒你 我齐连可不是你能随意摆弄的人 师父看来是不愿意原谅我了 齐连 如果可以 我愿意一直留在灵界派 持住你的小徒弟 可是各界金方五魔镜 我必须拯救我的子民 齐连 我是真的爱你 我为我之前做过的事 向你道歉 我不应该伤害你的 你这么娇气 看来以后要好好呵护你才行 你既然知道 为何非得气我 秦怜 这一次 你就原谅我好不好 怕了 先了解他的心情 便懒得和他生气 君少席 我在 下不为例 师父 一会儿再哭一次好不好 我想看师父 在床上被我欺负哭的样子 慌疼 大师姐 看什么呢 关你屁事 大师姐 在四春啊 你再胡说我就捧死你 大师姐喜欢大师兄 为什么不跟他一起走呢 大师姐这么漂亮 大师兄一定会喜欢你的 你又在做什么妖啊 我只是希望大师姐幸福嘛 关你什么事 你干什么 你以为你给我这个我就能成仙啊 这个呀 是天界太子 齐指神君的亲笔稿 里面记录了他修炼的过程 比那些仙君 厉害百倍呢 天界太子 你会认识他 鬼才信你说的 哎 累死我了 哎 哎 哎 二位仙君 何故来此啊 这是什么破地方呀 又远又难走 二位仙君 这是修仙之地 二位仙君可以解除法术 飞上来 啊 你可知道此事 知道 在山下就本想告诉仙君的 可仙君一个人心冲冲地走到前面 我以为仙君是想锻炼身权 我压根没想这事 二位 好久不见啊 闭嘴 我不想跟你说话 二位仙君 我先带你们去见我的师尊吧 哎 哎 哎 吹 他们既然来到零剑派 看来很快就会查到我身上 我刚看见清华紫薇 他们怎么在零剑派 我当初就是被他们中伤 才逃到凡界的 他们是冲着你来的 既然进了零剑派 书莹已经查到我在这儿 应该是追踪我母体过来的 我的母体被零剑派 埋在什么地方了 在后山 母体虽然已经坏死 但可以根据母体 找到你魂魄的下落 他们迟早会查到 你附身在零剑派弟子的身上 所以必须彻底毁掉母体 咋都不能上 倒也不必 你现在已经拿到麒莲的眼泪 可以随时掏走他的心脏走人 况且等你重塑母体 他们没人打得过你 我还需要在零剑派多留几日 你不会因为麒莲舍不得走吧 而一直谨记自己的使命 想不到有一天 我居然要自己摧毁自己 什么人 谁 干什么 糟糕 别打了个现场 你动魔头都本做什么 张国深 我来杀了你 是你 你怎么在这 我听说魔头被埋在这 来瞧瞧 深更半夜的 你来看他做什么 贤君 你有没有觉得他像一个人 谁 君上邪 不不不不 紫薇女君 我根本可能是君上邪那个魔头的 你看我身体哪里有半分魔气的样子 我可从未说过我是紫薇女君 今晚真是一串道家了 我师父跟我提起过你 不 他只会称我为华莲女君 管他呢 宁可作杀一千 也不放过一个 宇光枪 速来 果真是他 君队不是五百年前就死了吗 没想到魔界的两大魔头都在平静派 这不是虚体吗 脑子养了五百年 再养了点魔力回来 养了五百年 不是让你替我挡箭的 快去找齐灵 回魔界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没关系 你先照顾好自己 是魔蛋 他能推动魔蛋 谁敢伤我图碗 你干什么 他是军上前 我知道 神蒙不两立 我们必须 有什么后果 本座担定 别以为你是亲 先军 冷静 冷静什么 他站在魔头那边 你还让我冷静 七连尊者 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这个女魔头 断然留不得 哪怕你喜欢她 七连 你没必要为了我 和仙界对立 不值得 行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会忽辱 你看看 他们像什么样子 七连 爱人 是要付出代价的 什么 七迟水君 不是 没想到 堂堂天界太子 竟然两次栽在 女魔头身上 可惜她五脉年前 还为她满天过海地 保下了她父君 可如今却被人 掏了心脏 这可真心 被践踏的一文不值 废话弄得干什么 快阻止她 糟糕 还以后 奔护魔体 她在突破魔神境界 我真的人 你很久了 我今天连少前的勇气 都没有 紫薇女君 在 在的 祁连就是那个 小哭包吗 小哭包 奇耻 是 是奇耻神君 君上 魔界 现在一切安稳 那些狗东西 看到本军回魔界 就通通撤兵了 是 君上威武 攻击君上 突破魔神境界 此后将 无人进犯我魔界 我们魔界熬出头了 天界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没什么消息 一点消息都没有 真的没有消息 滚 没眼力见的东西 哟 跟小魔兵撒什么气呢 而没有 你想知道什么 看你样子 也算是灾了 放心吧 其之 回归神位 不过听说 被天军 罚了天雷 他如此包庇你和我 不被罚才怪 那你现在躲着魔界 也是怕他找你算上吧 不说这个 我告诉你件事 是沧海那边 突发的异象吗 是 你如今为魔神 很多事不用讲 你都能感知 沧海深处 封印着神界的 第一任神帝 承炫 五万年前 承炫入魔 造成六界 生灵涂炭 众神 据众神之力 将承炫 封印在沧海最深处 而当年一战 除了现在的 旗子神军 拥有半神之躯之外 其他 早无传承 谁指的母亲 是神界的妖狐 要是沧海封印 押不住承炫的话 世间将大难临头 而唯一有能力 重新封印他的 便是 智魔神界的你 而看起来 像是那种 不要命的呆瓜吗 既如此 为父也别放心了 我提起这些 就是提前跟你打个招呼 你是魔 没必要管 神界留下的麻烦 既然天界满口 仁义道德 就让他们 自己解决 自己的祖宗 你去哪儿啊 去凡间喝花酒 你去吗 滚 少带啊老子 小师妹 哟 坏师姐活过来了呀 可是 怎么瞧着呆呆的 是这样的 齐连尊者去了地狱 求了邝师妹的魂魄 不过不缺 所以 她现在的心智 犹如五岁孩头 这就是 齐连去地狱求的东西 至少人还活着 宗师兄 想开点 磨死了 可就真的魂飞魄散了 小师妹 怎么在京都 我下山来随便看看 那小师妹先玩着 我带邝师妹回山去了 给我变回你自己的样子 怎么 看不惯小甜甜的模样 居上嫌 你的心究竟是什么作为 我现在是不是说什么 都没有用了 你讲我听 看你这次又怎么 去上嫌 小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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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切成神经 你的眼光又红了 最上血 你血不血不殺了 我磨沈境界 你怎么杀我 原来让我喊帝的旧相识 是你啊 你到底能屈能伸 让你喊就喊 君上席 琉璃斩 眼泪心脏 最难获得的 便是我的眼泪 所以骗我 哄我 说你爱我 等我放下心中 芥蒂再次靠近我之后 你又欺我 躲得眼泪之后 你又再骗我心脏 你心肠为何如此怠惰 其实你这反反复复的 我已经猜到 你可能在算计上 可是我却 不愿身心 我总是如此 自欺欺人 琉璃 抱歉 对不起 又是一句 轻飘飘的道歉 当年在仙界时 你亦是如此 惹得我喜欢你 然后就连夜逃出仙境 我当年在天界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是喜欢 当年你 你在仙界逃走那时 我并不乖 可是你为何 为何还是一样 我这次是被逼无奈 我这一次是被逼无奈 我会死吗 你躲我心脏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旗帜可能会死 心灵 别碰我 心灵 我能救你 哪怕你被掏了心脏 只要我 我恢复魔体 我就能进进魔神 魔神的力量 就能让你吃死回生 可你没救 你不仅没救 还把我抛在了那 那是因为 我已经知道 你是旗帜了 等神死了 你就能回归神位 懒得与你再争这些 你要去哪 再争取下去 只会嫌悟可恋 回天界 旗帜 我还想跟你解释 其实我 小师妹 大师兄 大师姐 你们怎么在京都 曾宇说的没错 你果然在这 沧海一动 我带着剩下的族人 来了京都逃难 除开交人族 各海族 都苦不堪言 先不说这个 小师妹 方才 你在跟谁讲话 师父 师父 师父不是死了吗 他原是天界太子 下凡立即而已 生死之后 便回归神位 大师姐 我给你的那本 修仙秘籍 是真的 我没说是假的 请师父 加过沧海封印 还我族人家园 师父 沧海的封印迟早会破 我亦是无能为力 其次拥有半神之力 又是天界 身为最强的战神 沧海破 他将会是第一个 被派上战场的 是弟子 前人所拿了 大师兄 我们先去安排 族人的住所吧 师父 小师妹 这是我在京都 勾制的一套私宅 你们可以先住着 等我忙完再来找你吗 本座待会回天 大师兄 你先去忙 我们会等你的 徒儿告退 走吧 没工夫陪你玩 我要回天界 可我已经答应了 大师兄 君上席 你究竟要做什么 我想要跟你解释 各界率变 攻击我魔界 我魔族子民流离失所 我必须要恢复 魔体回魔界 驱赶外敌 所以再给你一次 机会重来 你的选择还会是这样 你是不是怪我 放弃了你 没有 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是 是正确的 可是我伤害了你 我知道 你愿意给我你的心 只是怪我 用这样的方式 欺骗了你 魔君 还真是有一颗 通透的蹊跷玲珑心呢 我知道你对我 机缘一身 不管是祁连 还是旗子 从天上 还是到地下 我都负了你 所以我说什么 都不管用了 魔君既然清楚 那便好自为之吧 是 松开 我原不知道 怎么面对你 是你自己 跑来我面前招摇的 既然你不肯听我讲 那就先睡一觉 冷静冷静吧 给我下去 是醒了还是在装睡 凶什么 我再说一遍 给我下去 是雷霆之法吧 与你无关 因为保护我这个大魔头 被你夫君惩罚了吧 我说了 与你无关 现在警惕性这么高 像一只小猫一样 说一句就乍毛 你这样的性子 可不像是高冷的 麒麟尊 那你想怎么样 让我再次被你骗吗 好了 我们不回去了 俱上席 你逗狗呢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不该那样对你 你就再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齐植 我们在一起吧 说服你的夫君 让我嫁给你 嫁给我 是啊 我也想先魔两族破边交好 可是仙族在对魔族 一直偏见颇深 我知道 可你是未来天君 我相信 迟早有一天 你会让各界放下对魔族的偏见 还是说 你觉得我不配为天后 我没有这个意思 那你的意思 就是确实想娶我了 原谅我了 需要套我 我们魔向来是直来直去的 虽然我知道你还怨我 但我已经认定你了 所以就算你不认我 我也会缠着你的 这是什么 你可以窥探我石海 知我心意 我曾说过 下不为例 那齐植 你需要 我对你死缠烂打吗 罢了 这次真的下不为例 你不是说 不必亏他吗 我这人做事 向来喜欢稳头 魔君大人 取指神经 还真是一如即跑的好火 他只是重情 重义吧 魔君大人 再辜负他 就确实不理倒了 不过魔君大人 你怎么突然想要 先往两足交好 还要做那老神 做那天后 你还要想清楚 做那天后 可就没办法 像现在这样四一万为了 我只有成为天后 才能让魔族 得到先计的认可 我为什么要得到先计的认可 欠了气质这么多 终归是有完的 魔君大人 你想做什么 小月光 在这世上 能封印成炫的 只有本君 魔君大人 管天界的现实做什么 成炫是曾经的第一神殿 如有不死之神 不能被杀死 只能被封印 所以啊 我要以魔的身份 成为天后 这样其质 便能以夫君的身份 替我账布引荐 我相信他 你们这两主仆 唧唧歪歪 又在说什么 啊 没 没什么 你们两主仆 准没什么好话 师傅 还见着大师兄 他这伤怎么回事 大师兄 刚毁了他沧海 被承选的魔器重伤了 沧海 沧海陷在中心魔器深重 除了修为强大的魔 谁都无法靠近 你修为浅薄 而且又是修仙者 进去不就是找死吗 求大师婆 救救大师兄吧 哎 我来吧 你会被魔器重伤的 小师妹 怎么能吸收魔器 因为我是世间最强的人 又在胡说八道 他去哪了 紫薇女君来找人了 他怕吵醒你 对你失了法才离开的 我见紫薇女君很着急 好像是因为沧海的事 沧海现在是天庭的第一钥匙 魔器大人要去哪 回魔界 等天君大驾光临 天君是第一次踏入魔界吧 松海本座 天君可以自己施法呀 但天君不解 怕是有事相求 装可怜吧 让本君想想 怕是只有沧海的事吧 本座前来 确实是为了沧海 让本君再想想 天君想要本君 为你们天剑 出战 你是魔 不会被魔器灼伤 而且你现在是魔神境界 能与承轩一道 你是世间 唯一能打败他的人 打败 承轩是不死之身 只能以神之去封印 这个老头想让我送死 都还不坦言相告 与之一战的 应该还有一个人 其实不行 他只是半神 可他也是神 舍不得自己儿子 就让别人的女儿 好你个气质 你这算法打斗 都快碰到我脸上了 君上邪是世间 唯一的魔神 你们胜算更大 可当初 绞杀魔神的 也是你们 而且劈的胜算 对方是神界十足 这一仗九死一生 抬回来个屁啊 天君应该是 带了足够的筹码来的吧 这小子这样问的意思是 不管什么条件 也不能带 那万一是 让我心动的筹码呢 不是什么筹码 能让你拿命去换呢 本座愿意 天界三分之一的疆土 换你出战 住口 天君真是打得一手 好算盘 要是本君在战场上 一觅呜呼 天君不仅不会兑现承诺 还会趁机吞噬我魔戒吧 本座不是言而无信的人 当年 你也是这样对我说的 可不还是毁约 趁我没在 攻打我魔攻 要不是你 我儿的母亲 就不会难缠而死 天君没有信用 不适合谈判 君上席 你要是不出战 死的就是旗子 他是天界太子 危机时刻 肯定他先上 你可舍得 谁欠你那宝贝儿子 天君跟魔谈舍不舍得 本君要是不舍得 能套他的心脏 好 看样子天君是想继续谈 那这条件 由我来替 说说你的条件吧 你脱位给旗子 再宣布本君和旗子的婚事 让我上了你们天界的族谱 我自然替你们出战 你一个魔头 请妄想做我先界天后 本君不信你 但我信旗子 有情有义 只要旗子成了天君 本君成了天后 我才能安心出战 不是你是魔神啊 怎么能做天际的天后啊 世间万物并非正邪两分 天君 你不必瞧不起魔祖 毕竟现在要保护正道的 是魔头我呀 我 本君给你时间考虑 送客 个老头站都站不稳 闭嘴 你真要去管这个包 夫君不是早就知道答案 才会来的吗 我怎么生出你这种心思 至纯至善的大魔头啊 那夫君当年 又是怎么被天君骗呢 上梁不正下梁歪 而如今这般 夫君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 季智 你回来了 怎么不打招呼就走了 突然离开不想吵醒你 还真会撒娇 你只是对你才这样 这张线 你真的想嫁给我 是啊 你向你夫君提了吗 提了 他不会同意的 我只是通知 不需要他通讯 很少看你这么反抗你夫君 那是因为以前 没有什么值得我反抗的事 抱歉 这一次 又得骗你了 少前 你脸色怎么瞧着不太好 没事 可能 只是饿了 你是堂堂魔君 怎么会饿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怎么可能 那你把石海打开 真傻 只魔神秀为的石海 是可以伪造的 阿姨 这张线 我已经被你骗拔了 所以现在非常非常没有安全 所以以后不管有什么事 你都跟我讲 哪怕 你想伤害我的无法 这是别再骗我 我真的 比你想象中还要小 我却大人 七指神经 好像个可怜的小狗狗 你眼睛又红了 真是个爱哭的小哭包 小狐狸 还真是娇气 你怎么知道 我的真身是九尾 什么时候 让我看看你的九条尾巴 不要 阿芝 你只需要记住一点 本君 爱你 怎么不睡了 我还在惦记你的尾巴 真不给看啊 等重婚的时候 再给你看 好吗 君上 有个自称紫威女君的找她 看来尾巴是看不成了 让她等着 我去会会她 七指神君呢 天君同意了本君加入天界吧 你怎么知道 本君如今的修为 会推算冥想 你心底想什么 我也一清二楚 你放心 本君对你没兴趣 天君确实同意了你加入天族 以后天界族谱上会出现你的名字 也会让启连继位 但是不能办婚礼 小气的老头 不敢对天君无礼 行了 本君会转告其职的 你走吧 天君让你不要忘了诺言 摩君 此君你是有去无回 你当真愿意为了天界 拼命到那种地步 紫威女君 本君问你一个问题 魔君请说 倘若本君不出战 还有谁能赢成炫吗 成炫是使神 修为滔天 当年众神奇奇陨落 也只能将他封印在沧海海底 所以除了魔君 世间无人可在战 所以本君不战 这云云苍生 便会陷入灾难 本君不战 死的也会是旗帜 欺负过他这么多次 总是要还给他的 秦植 有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什么 你父君同意了我们的婚事 那我大概猜到了坏消息 那我大概猜到了坏消息 你父君同意的他轻而易举了 没错 这不是他 当然 他说我可以入族谱 但不能有婚礼 伤心 我会给你天解天后应有的规格 本君可不是会吃亏的性格 是啊 让你吃亏是我无能 我先回天解一趟 对了上线 我对你做的每一个承诺都会兑现 所以你也要遵守你所说的 给我三日时间 我定会以迎娶天界天后的规格 来迎娶你 师父 你喊我什么 我很喜欢 做你小徒弟的那些时光 你要是喜欢 成婚之后 我们便会灵剑派如何 好 那我继续做灵剑派的小师妹 好 那我走了 君少席 我刚查到 成炫是不死之身的 我知道 除非你以魔身将他重新奉命 这事我也知道 所以你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回不来 君少席 你能不能正经点 叫你养这么大 不是让你给神家那些老东西擦屁股的 夫君 可还记得母亲 你突然提她干什么 母亲爱世人 我愿如此 我知道你的心性向你母亲 我也没阻止你爱世人 我只是不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去送子啊 夫君 你干什么 既然你想以身殉道 就带上我这个老头子吧 我这套魔力虽然不及你 但希望能助你成功封益成炫 夫君不要 你休想丢下老头子一个人死 你 你 父君不要 父君 你们为何突然如此 你们为何突然如此 五儿 五将传位于你 父君 为何突然如此 承炫即将出事 我以无力主持大局 许五儿担起重任 五儿 过来 跪下 五儿 望你挑起仙剑重担 儿 谨遵负义 身里总感觉那里不对劲 军长 是九十一道忠明圣 仙界换主了 还有一事 既然吴尔喜欢魔戒的君上邪 那吴便成全吴尔 准许君上邪入主天界 成为天界新一任的天后 父亲 儿有疑惑 您素来讨厌魔族 怎会突然让君上邪嫁给我 还有 又突然传位给我 还如此爽快地答应他加入我族族谱 这不像您 您为何如此 这是君上邪的条件 什么条件 他替我们杀成炫的条件 成炫 成炫神帝 乃是始祖神奇 拥有不死之身 除非以神之躯 才能再次封印 他 你以为无不知你的心思 你拼命修炼 只是未有一天能以神之躯 奉印成炫 但 你是天界未来天君 无不能让你以身殉道 难道魔戒君主 便可以以身殉道吗 仙界的责任该尔代 而不是君上邪 留下他 留下他 想留下我 非常棒 在这 出发 成炫 成炫要補充封印了 好强的魔技 没想到成炫 修为如此之够 他的修为 竟然将整片沧海海域 瞬间蒸腾成茫茫沙漠 他如果出事 柳界即将覆灭 众贤君听令 如果军上些失败 我们将接替而上 必须重新封印成炫 是 你便是成炫 你召喚的武 是 听说你很厉害 本君想跟你较量较量 不自量力 魔神经经 你值得与本君一战 不自量力 有趣 没想到被封印了五万年间 竟然还有人能修炼到 魔神经经 值得我 跟你好好玩一场 没想到君上邪这么厉害 看了他以前 都对我们手下留情了 上邪 你的秀为不敌武 可没有本君打不赢的架 我岂日 非要救下他 不好 岂日天君逃了 随他去吧 晚着别晚了 你很不错 杀不死我 是吗 我 不 既然你死不了 你就送本君一起深埋海底吧 还不及了 君已吸出全部魔力 你 什么 何够风火 你瞧得让本君不顺心 瞧 死 我们就一起死 你 上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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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人呢 上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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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你不要离开 你不要离开 我们魔向来是直来直去的 虽然我知道 我们暂时没原谅过 但我已经认定你了 所以就算你不认定我 我也就缠上你了 每个分来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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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真的喜欢你 全都关于你 我多想告诉你 全个男生都会喜欢你 我的幽默不去 我都有默不去 也是我的命门 将来我要是还欺骗你 你别捏碎这朵话 不愿 沿着你的轨迹 我很小心 我被你骗怕了 非常非常没有安全感 所以以后 无论做什么事 你都得跟我讲 哪怕你想伤害我都无妨 只是别再骗我 我对你做的每一个承诺 都会遵守你 所以 你也要遵守你所说 给我三个时间 我定会以允许天界天后的规格 来允许你 我很喜欢 当你小徒弟的那些时光 既然你喜欢 那成功之后 我们就回到零剑派如何 好 那我继续做零剑派的小声音 我会不辞而别离去 最好的都给你 不要 大姐 不要 不要离开我 不要 抱歉 这不想弄你 是我好好照顾你们妻子 那最好的都给你 天军 承炫一锅已被消除 大魔头军上邪一一死 现在应该乘胜追击 杀魔戒一个措手不及 魔军刚封印了承炫 拯救了六戒 你转手就要攻打魔戒 仙军 你这样为先做事 可不地道啊 紫薇女军 你搞清楚自己的立场 跟一个大魔头讲什么地道 玄徽说的是 毕竟正邪不两立 正邪不两立 所以 本军不战 这云云苍生 便会陷入灾难 魔军关心云云苍生 可你不是魔吗 正邪 是出身就能决定的吗 自古以来 正邪不两立 承炫出身正道却为邪 本军出身邪 却愿以身殉荡 这何为正何为邪 我想你们修仙者 应该重新考虑一下 天军 魔军已身殉道 我们仙剑若在这个时候攻打魔剑 起飞和魔没什么两样 而且魔军已经入了我们仙剑族谱 他就是我们的天后 他的子民就是我们的子民 此事 此事还许问你们的新天军 谢天军 谁 谁扯我头发 是我的 大师伯 你长黑头发了 哎呦 我就这么几根黑头发 你还给我扯掉 给我扯没了 我以为大师伯 是故意留白去黑的 小田田 不准冒犯师尊 这小田田 还是这么喜欢斗大师兄 没错 小田田 她一厢喜欢斗曲惹事 待会儿劳烦紫围仙君 为我护法 这真的能救活摩军 这是她的本体 只要她还在 花就在 她如今的魂魄 只是被封印在沧海之下 我愿以我半身之躯 换回她的一半魂魄 可这样 天军你便不能再成神 那又何妨 我只要她 小师妹 你可消停点吧 这小师妹 怎么瞧这儿傻乎乎的呢 我才不傻 只有一半魂魄 灵世犹如九岁孩童 小田田 来 我们回飘渺风 师父 师父 秦慕叔叔说我傻 我们家小田田才不傻 毕竟 才九岁而已 怎么了 师父 本军慧根通透 天赋一骨 九岁便能打遍天下无敌手 可不是一个吃傻的年龄 你又骗我了 安芝 可不许再哭了 不然我就 不然什么 我就会忍不住想欺负你了 真有意的 都在 想要这国外从真好梦 呵呵 嗯 阿迟 我什么时候能看你的九条尾巴 等 我成神吧 感谢观看